北海道面積佔了全日本總面積的22% 每個地區都有很多東西玩 首先我們來到北海道中部玉村的玉山動物園 玩個夠本 每年11月中至4月頭左右 每天早上11點和下午2點半 來玉山動物園都可以看帝王站在雪地散步 看看他們的屁股扭下扭下 多可愛 現在在這個企鵝館裡面 進去看看 走了 很小隻 這種在南美漆色的漢堡德企鵝很怕冷 不喜歡在雪地上散步 所以想探望他們的話 就要進來企鵝館才看到 除了企鵝之外 動物園裡面還有很多其他動物體 建議大家留兩三個小時時間慢慢走就對了 第二站我們來到距離玉村大約4個小時車程的網走市看浮冰 每年2月至4月下旬 浮冰就會飄近網走岸邊 這個時候大家就可以坐破冰船出去看浮冰 萬一不適合季節怎麼辦 不要緊 來網走的溜冰館 一年四季都可以看真浮冰 我現在身著這個浮冰體感室 只有-15度的氣溫 而我身邊這些白色的浮冰 全部都是在海上運過來 是真正的浮冰 聽說北海道這麼冷的地方 浮濕毛巾的話 毛巾就會變成冰棒 馬上試試看 行不行 好大風啊 成功啊 離開溜冰體感室 出去水族館看看浮冰下面有什麼海洋生物 好可愛 它的肚子是吸盤 可以吸著背殼 走到差不多 吃點甜品補充體力 以為冬天沒有人吃雪糕 這個當館限定的溜冰軟雪糕 不知道多受歡迎 雪糕是caromel味的 上面的鹽是天然色素海草鹽 然後是藍色的 鹽咬下去是脆薄薄的 好棒 上天台欣賞一望無際的絕美風光之後 又是時候起行了 剛剛去完兩國超凍景點 快點去室內的北方民族博物館取暖 你看這件衣服是用魚腸做 這件衣服是用魚皮做的 看完展覽不要太心急走人 展覽廳外有個體驗 corner 無論是樂器還是毛皮都可以拿上手 這裡有民族服裝可以試 我現在試的是 女人的民族服裝 喜歡DIY的朋友要留意 這裡還有各式各樣的皮夾飾品和玩具工作坊可以參加 這麼好玩的博物館千萬不要錯過 遊日長夜 Like Japan